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这台车呢,是我前年买的 花了六万多块钱 那时候买完这车以后啊 也是为了每天拉点商货 完了,但是呢,计算失误了 这个车太小 也拉不了啥东西 然后呢 我又买了这一台二手的面包车 这台面包车花了一万多块钱买的 买回来以后吧 它就是有点费油 费油,但是我又换了几个火花赛 稍微能好点 今天办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这个车呀 让一个朋友给买走了 这个朋友呢,是外地的 这车我已经开了有两万多公里 我想,我俩摊好价了 他要给我三万 我想卖给他三万五 完了,他再商量商量 商量商量,再两天他就过来了 不知道能不能给谈成呢 然后呢,我今天呢,我把这几个轮胎换换 因为我家乡这个地方吧,一年冷八个月 这个地区呢,冬天呢,都得上那种仿华胎 完了,夏天嘛,得上夏天的胎 现在这个轮胎呢,就是冬天的轮胎 冬天轮胎,现在外面吧,也没啥雪了 就是山上就有雪 要是不给他换一起以后呢 他老摸这个土地啥的哈 对那个胎也不好 完了,把胎换上 然后呢,把这车里面 呃,当时那个买车的时候 厂家送了一套坐垫子 我都给他换上,给他整好了以后 过两天,他要是能来来卖车 所以让他看看哈 我要那些东西也没有用了 要要的话就全卖给他了 就全给他了,就连卖车 呃,我现在去换轮胎 这几个胎呢,我已经拿到屋来了 现在师傅就开始换了 这个是,这个是夏天的 那个是冬天的 我再把这个车呢 给他好好刷刷 给他刷干净点 车呢,都已经刷干净了 啊,这个,这个做垫套呢 就是买车的时候 那个4S键送的 正好,给这个 这个,这个要买车只能给他换上 让他来来看看这个车 他忙不满意吧 实际上这个车吧,我也不想卖 但是吧,我要这个车没有用啊 这一年,这两台车还得花个一万多块钱哈 我现在把这车卖了三万多块钱 正好我家小孩今年考大学 给他交学费 然后呢,我就开那个面包车 天天收点山货,干点活就行了 要不过两天交学费的时候 还得一次掏一万多出来 然后把它卖了交学费吧 大家说我这个车卖三万多,值还是不值哈 行,那个我先干活,干下一个活 我开始把昨天晚上后台下单的野生木耳给悠走 这个木耳都是存野生木耳 这个存野生木耳吧 它长的就是大小不一 歪瓜裂枣啥样都有哈 大家看这形状 每一个形状它都不一样 你看,还有这个形状的 完了,还有这个形状的 这个木耳泡完了以后呢,是非常肉头的 这个野生木耳一点碎都没有啊 因为我跟我妈我俩过的有两遍塞了 把那渣子木耳全过滤出去以后呢 要不就送人了 要不就自己吃了 把好的也大家给悠走 这个木耳泡出来老好了 大家要是有想要这个木耳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到链接呢 就是点击橱窗 然后在橱窗里找野生木耳 我现在开始把昨天晚上下滩的木耳 给它包出来 看着木耳多好 一个是一个的 前面那个山呢 就是大西岩岭的山脉 我到高师傅家了 前几天收了两个大挂钟 高师傅已经保养好了 给我打电话呢 要我来求 到处一会呢就卖个客户了 前几天预定出去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还没预定出去 高哥 哎 那我来了 来 保养好了 保养好了 全部都调试好了吧 看看 都咋样 揉揉揉的 揉揉的哈 嗯 写字那个吧 就是给预定出去了 以我整个名贴上 那个是是那啥 还没预定出气 那我给拿走了 拿走吧 这个大挂钟呢 我已经拿家来了 屋里面摆那个挂钟呢 那个还没卖出气 这个已经卖出去了哈 这是客户的姓名 我现在呢 呃马哈给优走 优走之前 最后再听听他最后的声音 这个时间都是瞎调的 看高师傅调的脆不脆的声音 多好听 开始干活 给它包包出来 八十奶奶大挂钟 已经包好了 现在拿了所有的货呢 去快递 这都是货 都装好的了 现在出发 现在去快递 外面已经黑天了 货呢 已经抬到快递来了 一会大家就出单号了啊 嗯 把货放在这我就走了 然后呢 咱们明天再见 Bri 吧 拣isé teve 就 篩